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洗頭水的學問 講一下如何使用才是最好的方法 保持頭髮容易打理、看起來又漂亮 減低頭皮、髮絲斷等問題 最後也會解答一下 很多人問英國的硬水令我脫掉很多頭髮 今天也會講一下 頭皮也是皮膚的一部分 一樣會產生一些髒東西 譬如有汗水、有油 脫掉了死皮出來又會積在這裡 頭髮看起來表面好像很平滑 但如果你用掩微鏡看 其實上高就像一層層鱗片一樣 有些像屋頂一層層鴉片一樣 洗頭水的作用主要是把髒東西 那些油、弄走它 但如果洗得太厲害的話 又有個問題 油太少的時候皮膚就乾 所以就要有些護髮素 就抵消洗頭水那些不好的作用 你隨便拿起一支洗頭水 看一看它的成份頭都暈了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很簡單 一支洗頭水裡面八九成都是水 大概有幾個百分之二到八個百分之二 就是一些清潔劑 就像我們剛才說 用來清潔有些油、髒東西 有一、兩個百分之二是一些顏色 或者是一些防腐劑 清潔劑大家經常會看到的 就是Solidium Norris Sulfate 或者Solidium Norris Sulfate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我們叫做Serveton 即是說表面活化劑 作用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就留意到 比如說水滴在貓毛上 或者滴在貓頭的時候 它通常就會滑走一顆水滴 有些像荷花表面 水珠不是很漂亮的 即是水分子有張力 即是水分子自己黏在一起 就形成一顆水珠 假設你想幫貓洗頭 如果形成一顆水珠 水都不能進去 其實是你洗不到的 Solidium Norris Sulfate 它就是破壞這些表面張力 令到水分子散開 即是可以洗濕頭 水分子就會走入髮絲表面 你擦一下它就會起泡 清潔就會比較徹底 Serveton分好幾種 分負離子的Serveton 也有正離子的Serveton 也有正離子的Serveton 即是一頭正一頭負 一塊疊一塊很齊的 如果很齊的話 你摸一下疏落的時候 就很順滑的 但是如果有些靜電在那裡 那些鱗片就會翹起了 即是有些靜電在那裡 將它撐起了 撐起了的話 頭髮看起來就沒有那麼亮 疏落就沒有那麼順滑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護髮素 護髮素裡面很多時候 都會有些直的成分 最常見的就是Diamethicum Diamethicum是一些直的 即是直膠的那個直 它就會在頭髮髮絲表面 混合了一層 很滑 很Smooth 變成頭髮會變得容易疏 看起來就亮一點 你可以選擇一些修護的洗頭水 即是所謂修護頭髮的洗頭水 其實它用的那些Serveton 就是沒有那麼強的意思 例如溫和一點的Serveton是有的 例如溫和到像BB那些洗頭水 它裡面主要的成分 就不是那些負離子的Serveton 它是一些又不帶靜電又不帶負電 那些Serveton 那些就相對會溫和一點 但是它的清潔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大人用有時候就怕它不太夠 所以如果大人的頭髮是比較差一點的 或者你經常染髮 用很多產品令頭髮很乾乾的話 用一些修護的就可能會好一點 正確使用洗流水的方法是怎樣呢 通常你都是用洗流水擠一點 就像大銀那麼多 就在手掌那裡 就將它擦勻在兩個手掌那裡 接著就按摩在頭皮那裡 按摩在頭皮那裡 因為你要清掉頭皮的那些髒東西 油啊嘛 所以你就要按摩在頭皮那裡 不是說只是在頭髮上結的 那你擦一下它 就起一點點泡就可以了 又不是越多泡就越乾淨的 總之你就按摩頭皮 比如說30秒呢 那接著就沖了去基本上都OK 那如果你的頭髮很油的話呢 或者你在外國 比如說英國那些 硬水多的就比較難起泡的 比如說serveton就比較難產生那個 就是滲透清潔效果的 那這些時候呢 你可能就沖完一次之後呢 可能要再用一次洗流水 就再洗一次這樣才行的 那一般洗流水應該很容易就沖乾淨的 但是護髮掃呢 又倒翻了 護髮掃呢 就想著呢 就是黏在頭髮那裡的 那它留在頭髮那裡呢 那才可以就起到那個 令到頭髮順滑 疑疏和有光澤的作用 護髮掃的用法呢 一樣啦 你又要在手掌那裡搓勻它 搓勻它之後呢 那你就在這個髮絲上膏了 這次就塗在髮絲那裡 或者如果你頭髮長的呢 就在髮絲中間或者尾部那裡 就一直搓著它 讓它滲透下去的那些髮絲那些鱗片之間 那搓勻了頭髮那裡 然後就沖了它 那就可以了 那很多時候呢 你都看到那些產品 又加一些維他命呀 植物元素呀 它雖然加了這些東西呢 聲稱又說有些好的效果 但是它的比例呢 就相當之低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呢 都有點傷確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買都無妨 但是就不用說一定呢 就因為有這些植物精華 才去買那種 那我最後呢 就說硬水是否真的會脫髮呢 現在呢 醫學上呢 就真的證明不了 硬水呢 真的會令到那些頭髮呢 就即是容易脫掉 不過硬水呢 其實硬水主要就是一些 Kalcium的 或者是一些Magnicium的成分 在那裡 那這些東西呢 洗頭的時候呢 那如果時間太久了呢 它真的有機會 積在頭髮表面那些鱗片之間那裡 那會令到那些頭髮呢 比如那些顏色沒有那麼漂亮呀 很紅一些呀 或者有些會覺得脆一些呀 但是你說是否證明了 它真的會令到人脫掉很多頭髮呢 暫時又看不到很充分證據 證明硬水令到人脫掉頭髮多一些 香港呢似乎有些地方都有硬水的 那我以前住在土瓜環呢 我記得呢 我搬進去的時候呢 就發覺那個浴室的玻璃那裡呢 就有很厚的水垢 跟英國這邊呢 就那裡的情況差不多 也是那些水龍頭的玻璃那裡呢 用得多呢 就很容易就有些水垢在上高 那所以我懷疑呢 香港其實一樣有些問題 可能是地區性啦 那如果你發覺那些頭髮呢 就很暗的 那懷疑都是硬水影響的話呢 那你可以呢 一個禮拜呢就用一次呢 那些叫做Califying Sampoo 它裡面那些Servetin呢 就比較強勁一些 Heavy Duty的意思 洗走一些產品啊 那包括Calcium Maneasum 那些Build-up 都比較好一些 那例子呢 比如好像這隻那樣 可以考慮一下用的 記住呢 這些不是想著經常用的 不要想著平時用的 那平時用呢 就太厲害了 洗走所有的油 就對皮膚不好 對頭髮都不好的 那麼一個禮拜用一次呢 就是基本上都夠的 不過如果你有染髮的話 要留意一下呢 如果你用這些的話呢 那個顏色呢 就會容易些退的 那就先講到這裡啦 那大家呢 如果有關頭髮的問題呢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一些經常會問的問題呢 那我們可以再做一個下集 再解答這些問題的 那我多謝大家先 下次再見 拜拜 belonged 適合 典牌 鍊 召喚 解 身 如果 麻